世界白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C澳洲留學網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o 今天很開心又有約到我們的Opage Jerry上週六 Jerry剛好來到我們辦公室做了一個講座 還不錯啊 好像網路上面看的好像破千了吧 有有有 Anyway我沒想到他這麼出名 都比我還有名的 Anyway如果你覺得喜歡他這樣子的 幫我們按個讚 如果喜歡他給你腰斬的 給我們按大星 愛星出來 我可以愛星給他按出來 好那Jerry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要講那個Morban Bowen這個區域 Morban Morban好像聊一下Morban Morban好像最近好像要解封了 然後這兩天已經沒有確診 好像有 各位數是不是 不過其實我很擔心他就是因為 之前就是很大的那個 你說巴西歐或者是 那個Chastan那邊 那個群聚感染有出去 我不確定他到底 我就是很希望他趕快好 可是他一好一開放 如果萬一確診是有跑出來 就是很擔心 所以還是要 拜託 小心一點 還是要開口罩 不然上上下下真的受不了 OK好 那你今天介紹Morban 那就一定有些特別的用意啦 是不是因為那個地方已經 架位已經腰斬了 沒有 那邊沒有腰斬 還是沒有 沒有啊 真是 那我們坐在這邊坐這麼久 真是的 好 anyway 那我們還是一一的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這些數據 每個州的數據來跟我們報告一下吧 好 跟那個上一週的那個成交量相比啊 其實新週跟那個Private Sale 其實全部都有成長喔 你看全部都破建喔 昆州哇一千百多 然後那個全部都破建了 所以Private Sale其實都已經成長了 但我看這樣應該都百分之二十左右了 然後維州 維州上週的這個 Auction也破壞 上了 他好像已經可以做 Auction了 就這個禮拜六就開始了 不過其實做 Auction之前 其實還是有些前置作業 比如說我們得安排 你可能得先看一下房子嘛 不然你真正 Auction那天你怎麼會來 所以真正醞釀其實都還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人家說我這個禮拜六 Auction 馬上人就可以恢復以前的熱度 是不太可能 可是如果我們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話 其實墨爾本去年的這個時候 它的 Auction數量是900多套 雪梨是700多套 然後昆州是140套 所以看起來 如果用這樣數據看起來 基本上是腰斬 Auction數量是腰斬 甚至更多 我不管 Auction數量啦 價格腰斬比較重要 就沒有真的沒有啊 沒辦法 你今天跟我說 Auction數要腰斬 那媽我也知道腰斬 之前還變0好不好 真是的 OK好 那其他州 南澳好像也不錯啦 都不錯 都起來了 對對對 所以成交量 上市都開始有起來了 算OK的 Tasmania居然 Private Sale 221 比 Northern Territory還多耶 喔喔 不錯耶 這真的還蠻奇怪的 所以表示是 什麼 都開始國際旅遊觀光 又要開始回來 不知道 這應該都還是Local的啦 你現在沒有辦法進去啊 OK 好 那這個數據來 你繼續來跟我們講解一下吧 好跟大家報告 近年以來 雪梨目前漲幅是1.4% 然後墨爾本市負3.1% 布里斯本市漲2.3% 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以來 雪梨是漲6.5% 墨爾本市漲1.5% 然後布里斯本市漲4.2% 那跟上個月比較起來 其實除了雪梨-0.1%跟墨爾本-0.6%之外 其實其他城市都維持上升總是不變 這個已經連續第四周了 OK 所以再繼續往上走就對了 其實繼續都要往上走啊 你說雪梨墨爾本 有一點這種跌幅0.幾% 可是0.幾%就真的 你要等到它要窄 我就跟你說你要乘100跟1000啊 你要看匯率啊 匯率好像最近澳幣有掉下來 對啦 看一下匯率現在是多少 其實 匯率喔 就是剛好趁機也趕快跟各位 就是剛好客戶你有看這個影片的話 就是 因為最近成交嘛 那你是現在目前是負10% 可是你可能過了一個月 或甚至兩三個月之後 你要開始負那90% 現在匯率可能因為現在台幣正強 然後澳幣現在有一點往下 你要趁機趕快換一些澳幣起來 這樣子你同樣價位房價的房子 可是你不同的匯率去買落差很大 你以台幣而言你差個零點幾 你就差幾十萬台幣了 你差個一你就差100萬台幣了 因為最近台幣也比較強勢 對啊 所以要趁這個時候 而且就是這個時候 趁低逢低買進澳幣 這樣去換這個房子的時候 才會更便宜啊 那買進澳幣不一定要換房子啊 不一定要換房子啊 我們是一直在說 就是你不 即使你不買澳洲房子 但是澳幣是可以投資的 因為澳幣現在是低點了 你已經錯過17到20這個波段 但是20還是20點多還是相對低點啊 嗯 好那今天這個新聞是什麼東西 來你跟大家說一下吧 West Pan又是西太平洋開始了 不管他是放消息也好 還是他在跟政府就是要求也好 他調查他們有做他們的那個民調 他發現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有上升了 那其實我們在第一線的這種買賣啊 其實我們上個月就有感覺到 其實買家的這個感受已經都回來了 就是成交量有點跑出來了 那West Pan是說 最主要是因為10月份預算案的關係啊 給大家很多的信心啊 因為即使就是裡面預算案最主要 All About Jobs 那個財長就說完全都是為了這個就業率嘛 那不只刺激了這種年輕的僱員 就是讓他們有工作 其實後來他們調查 45歲以上的這些受訪者 他們的就業支出的信心也是都上升了 所以感覺他們這次這個預算案 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助力啊 然後他也在這個跟押行 就是說就11月份希望他可以降息 因為如果再降息的話其實 現在還能再降嗎 現在不是都0.0多了 現在是0.25 但是如果再降的話 其實如果有降對消費者是好事 因為很有可能你澳幣可能可以再便宜一點點 對正常而言會有這樣的聯動 那如果這樣喔那就 那他降息的話 那如果是貸款的話 澳洲的像貸款利益大約也會降下來嗎 會一定會一定會 對其實像現在那個Common Wars 還有我們上次說那個安泰 還有那個Westpair 他們跟Westpair好像沒有 但是他們已經開始實際上 房貸的利息已經開始有降 他們已經開始在走在前面再搶這一步了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整個的消費者信心是出來 是有跑出來的 對 好看起來不錯喔 那是不是要現在進場呢 那就讓觀眾自己 觀眾朋友們自己做決定 可以直接跟我們Jerry聯繫 好那今天要介紹這個是Victoria的這個Bowen 對 然後右邊是3101 這個怎麼後面這個圖看起來好像很亂的感覺 這個 為什麼要介紹這一區 這個區喔 這個區其實就是 當然你在維州的人你一定知道這個區 可是你可能對維州不熟悉你會不知道這一區 因為這區實際上 他沒有他自己的 以他名字的車站 所以你真的要講說他交通 他交通不夠方便啦 就坐在那邊一定是自己開車啊 對啊 那為什麼你介紹這一區 因為他是維州 房中架排名前 之前是前10啊 後來我 我昨天 前10啊 我昨天查的時候他現在是前15 OK 所以他的房中架 可是你要想他沒有他車站 他也沒有他自己的購物中心 可是為什麼他房價那麼高 今天就是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區 OKOKOK 我們從地圖先來看一下好了 好 這個 可以再縮小一點 這樣子大家會比較 看一下 大概可以知道他的相對位 他離市中心 OK他在市中心的東面 對 正東面 然後你剛剛說 在Hothung旁邊 對 然後也在那個Cube旁邊 然後你上 你剛剛看到那條路 就是他下面那條直的路 那條叫 我印象沒記錯 叫White Horse 就是白馬路 對 然後他主要的那個交通幹道 其實就是這條白馬路啊 那個車站啊 跟那個電車 主要是在這邊 就是這條黃色的 對對對 所以以這個區別人 實際上他只有這樣子的交通線路 顯然是不夠啊 而且住在波紋那邊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要開車啊 然後他的商圈 也都是要到隔壁區 到DONCASTER 或者是到CAMPERWELL 都不是他這個區啊 可是偏偏為什麼他這個地方的房價會這麼高呢 其實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有學校 他有一個那個波紋海 波紋海他從幼稚園到高中都有 然後他是基本上維州前三的一個公立學校 所以就光是這麼一個學校就可以 不過也不能這麼單說就只有學校 因為他原本就是一個綠化程度不錯的區啊 然後治安也不錯 數字也不錯 然後也是因為有學校的加持 所以才讓他房價一直往上升 他從來沒有消退過 對 所以今天最主要就是要順便跟大家來聊一聊 就是在澳洲到底買什麼樣的房子會賺錢 然後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你看他這個房空價200多萬 蠻貴的 一定貴啊 兩房是50幾三房100多啊 可是實際上那邊也沒有什麼公立產品 對 所以 好 各位先注意 這個區域沒有什麼公立產品 因為這個後面會帶到 到底買什麼樣的房子會賺錢 那到底買什麼樣的房子會賺錢 OK 那要先知道你想賺什麼錢 如果你是想要賺這個房地產增值的 基本上就是要土地成分多的 你可能要買房子或買村子 那如果你是買這種 這種房子的話 基本上你賺的就是這種租金回報 你不能去妄想說 你的公寓你可以一樣100萬 你要漲到150萬 這個要很久很久 大概多久啊 我不敢想像 一定會很久 所以你不要去 如果要這樣想的話 那其實匯率才是可以讓你這麼快賺到錢 所以公寓通常會不會要在 十五二十年 會超過十年嗎 你個人覺得 老實講我自己個人覺得會 就是你要靠公寓的增值 我認為會很差 所以你不要去想說 你買公寓你要增值多少錢 不要這麼想 那有土地的房子增值就比較快 可以 OK OK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值錢的是土地 並不是建物 值錢的是土地不是建物 所以你一定要買這種 土地成分、持份多 這種土地成分 賺錢才會 房價的增值才會看到 那你買公寓的話 你一定就是只有賺這個租金收入而已 那更積極的一步想 你去看澳洲的房價的漲跌幅 其實太小了 如果你在跟中港台的這種房價漲幅比較強 你會覺得沒什麼 因為它就很穩定 它就5%、10%這樣慢慢漲 跌也是這樣子 我們這樣看 跌得很小 所以你要靠澳洲房價的漲跌幅 中港台很多客戶應該都看不上心 但是其實匯率才是 可以讓你真正賺到大錢的東西 那大家還有它唯一 澳洲就是租金的部分是比較高吧 比較高 而且比較穩定 就是其他地方不能講 所以這個部分又變成 又選擇要跳回去 變做公寓的部分 投資 這個要看你的預算 你多少預算做多少事情 如果我 因為我們最近成交 從浩子到APA門都有 我大概可以感受歸類一下 你七、八十萬澳幣以內 你的預算 你應該就是買APA門 你可能就是買這種穩定租金收入 OK 那七、八十萬以上的 你再來考慮你要買一個浩子 那浩子的租金頭髮我沒有那麼高 可是它長期看起來 它的房地產的增值是一定比較高的 尤其是要在有好學區 這是第一個 其實那一個房子會增值 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我自己覺得第一個是學區 只要有好學區 同樣一條路 你是學區跟不是學區 就差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房價 就同樣一條路 學區跟不是學區 房價就差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所以我是覺得學區是第一個 然後交通吧 第二個是交通 如果你是要能夠增值的 你一定要靠近重要的商圈 如果你太遠的話 你那個增值 不能說它不會 但是它會很慢 對 然後公寓 我們提到公寓 因為很多人因為預算的關係 所以他買了公寓 那公寓的話 我們推薦的基本上就是要那種 空屋率少的地方 空屋率少的地方 像剛剛博文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沒有什麼公寓 如果那個地方有在賣公寓的話 那個地方就要買 因為你變成你沒有那種 可以選擇的產品 因為那邊基本上都是住 House 那今天如果有個公寓產品 在那邊的話 那這樣子就會 如果有這種需求 他就會跑去租 因為你要買公寓 就是要賺穩定的租金收益 那怎樣才可以穩定 所以供給量要少 那第二個就是社區要非常的完善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介紹 布里斯本南城廣場 或者是一些區域 就是它是非常完善 它裡面就有O2商圈 甚至有電影院 然後甚至還有酒店 然後所有店的設施都有 這樣子你才會吸引租客來啊 那這個地方就會讓你有穩定的租金收益 那這種才是最好的 不然的話公寓產品那麼多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 因為這個地方會吸引人來這邊方便居住 來跟你住房子啊 所以它是不同的考量 你買那個House 比如像Bowen 它就是不方便 它只能開車而已啊 可是它房地產會增值啊 那你不熟的人 你可能不會看到那邊去啊 那所以這個說到底 其實跟你的預算有關係啊 你預算多少 我們就可以幫你推薦適合你的產品 那與其說什麼會賺錢 其實第一個 我認為現在匯率低就可以賺錢了 然後第二個 依照你的預算 看你要找什麼樣的地方 我們來幫你做一個配對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適合你的東西啊 不管是House 或是到Apartment都可以啊 那Apartment的話 其實我個人還是一樣建議 就是兩方兩位帶車位啊 因為後面的租跟租會更穩定 因為像現在 而且出手比較好 也比較好啊 那你看墨本已經 雪淋淋的例子已經給你看啊 市中心太多一房的投資 沒有車位 那你突然沒有人 就完全就整個就空位 墨本很多一房的 市中心 市中心很多 喔OK 所以現在空位非常高 OK 非常高 OK 所以還是要買兩方兩位帶車位 那之後我們的租跟租都會更好 而且就是 如果公寓的話 如果你買那種很特別的三房 甚至有view的 那個以後進入到澳城市場都有可能 那個都還有可能那種創高價 不然的話 正常的公寓 你就是想穩定的收租金就好 那你穩定的收租金 你就是那個地方空污率要低 空污率低就是要補合剛剛那兩個條件 好 我們感謝Jerry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那我們之後呢 還有更多有關澳洲房地產的一些信息 那當然我們歡迎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想要了解什麼任何的東西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 比如說你覺得 我們還在想說在討論說 是不是在討論一下澳洲最好吃的披薩店是哪裡 可以啊 我們來找找看 然後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有任何想法都歡迎留言給我們 好 謝謝大家的觀賞 那我們下個禮拜見啦 拜拜